我不搬了 我两个英雄什么都不搬 我就不ban瑞兹 也不ban吸血鬼 这边YN是主动的把吸血鬼ban掉了 因为他们现在如果要首场只有一个位置 他们拿一个 对面拿两个 放出来 这场放出来的 放瑞兹跟挖掘机 我同时放好了 比较多 ban了卡尔玛跟乌鸦 我估计这个吸血鬼如果他们不搬 对面也不搬 就多放了 你拿一个 我拿两个 就等于NUB在红色方跟昨天蓝色方的前两个ban是一样的 这边把瑞兹给编掉 那既然你搬了血鬼 我这边再回进一个瑞兹 但是雷克赛的话还是存在的 就看他抢不抢了 玛丽莲昨天其实也是用了雷克赛 我记得他昨天有用一把 他打那个NUB用的是人马 对 但我记得他昨天有用一把雷克赛吧 还是我记错了 用的是人马 对对对 那边是 手抢巨魔 巨魔 那等于是NUB昨天是首抢的 蓝色方首抢的一个巨魔 昨天不是首抢巨魔 昨天应该是首抢的一个暴女吧 Sweet的一个暴女 对 后面才选到巨魔 那看一下NUB这边应该怎么想 就是现在对方打夜是反而让你选 暴女这边没了 有挖掘机 Sweet要不要选 嗯 那因为这个巨魔的话是在我们前面提过的 如果先选是有一定克制雷克赛的作用的 但是那个是在团战当中的发挥 不代表说能够限制他的前期能力 就看NUB是怎么觉得是说强行拿这个英雄前期带节奏 还是说我以团战为主 好 这边难道是因为教学局 难道要教学局 教学局 直接要锁人马了 好 挖掘机 还是挖掘机 那这边 现在末日还是拿一个自己 比较擅长的拿手的一个巴德吧 就感觉现在 在LPL里面的选手巴德的一个使用率很高 因为这支英雄打机会的能力很高 就是刚上一场能顺利 Snake拿下大龙一波结束的关键也是因为 在兰BUFF追击的时候节奏闪现上去那个Q 缓速到了957的一个大数 就是说可能辅助通常是比较难被注意到 就吸引球的 还有就是他们最关键的那波火龙嘛 是开始想跑的时候巴德也是一个Q 后来又留了两个 就刚刚说到跟冰女的一个控制是连接了 看一下外眼这边看到了对方巴德跟挖掘机的一个选用以后 先选下路线是一个想法 或者是中路这边的英雄其实留的也蛮多 想要拿一首老牛 昨天其实Newbie是把老牛给ban了 那当然是 那是我们讨论的时候是说 打瑞兹的那一套 对 他们就是想用那个富庶之毛加牛头 但是这场我觉得可能是考虑选一个 你没有位移的英雄的话 有点被巴德和雷克赛克制 所以选了一个相对灵活的EZ 但我觉得老牛的对线压力还是比较大一点 虽然选了万金有EZ 但是这个对线组合 基本上对上任何的两个双人线都起不到优势 难道YM这边想换线吗 也有可能是命比较擅长老牛吧 我觉得也有可能 因为LPL现在老牛基本上是被舍弃了 是 但是YM可能对这个英雄还是情恶独钟 那当然就LPL跟LPL就各有生态吧 就我们也看一下这两个互相的一个不同的一个理解 在对撞以后所蹦出来的一个火花 那Motred昨天已经介绍过了 这个TIP大D上场的一个中单 昨天的表现还算蛮稳定 昨天的妖姬我记得 后期一个找机会的能力还是非常高 还是达出了不少的优势的 那这场选到一个更加偏团队的维克托 对 填了一个维克托以后 然后上路这边留给V作为最后一个counter 整个阵型摆的算是中规中矩吧 就维克托比沙皇在 就沙皇配西维尔一个比较大的缺点 就前面沙皇的支援能力太弱 但是维克托的一个支援能力 其实是比沙皇好 然后也有巴德的一个先手 然后掩护埃瑟加仪的一个西维尔的一个发育以后 V这边其实补 不管补坦克还是补分推行的一个上单都可以 但主要面对一个巨模 他大树这边选用的几率很低了 可能也就是想着 反正我上路可能不选大树 让我中路也没必要拿一个沙皇组那个阵型 那看一下这边Yan最后要补上的 因为你自己已经先把牛头给手下了 所以巨模走上路的机会是 应该已经算是很高了 那现在补一个打野跟中单 中单对面拿了一个 不管是拿沙皇或者是维克托 都算是相对难counter 就是如果你不是个人能力现在非常强 你还是比较难压制他的团战当中的作用的 所以也先亮出来了 这边想要先拿腰就这两边中单等于交换了彼此 昨天对阵的一个英雄 是 那Yan这边还拿了比较凶的 就也不是跟你拼一个团战能力了 我前期就是要在线上打一些压制和游走 但这个凶的一个问题点在于说老牛这边怎么办 就如果你要对线的话 这个老牛遇到了巴德跟挖掘机 前面没升到六级没大招的时候 就有可能会被逼闪或交易血 那老牛没有滚出来的话 右边Yan的一个开团太看了老牛的一个闪开了 牛头现在就感觉在大招被虚弱之后 跟之前的这种防御能力相比 是两个档次的英雄了 就他的Q伞或者是WQ 一样是有很大的一个群开能力 但是他自己本身的一个保命能力 就不像以前那么强了 那现在等于是外野 因为我刚会说这个问题就是说 你老牛如果没有 就你要换 你换的话你辅助等级低 那你拿到大招的时间更晚 那如果你不换的话 阵线对起来就有点担心 就是对方还补了一手胜 就是打下路非常大的一个 雪球能力的一个阵型 那就如果说正常对线 EZ加牛头的压力相当的大 对面又有肾 又有雷克赛 基本上很容易形成一个四包二的局面 而且如果腰肌在中路 没能压制住维格托 维格托推线也是相对快 利用鸡跑走下来 那五包二也是 不是没可能的 对 当然这把 其实Fipper是作为团队指挥来说 昨天也说了 这个PTT的敌传大地址 就是烧猪的大地址 就我刚刚我昨天晚上 长毛老师也到了书说 就问他说 那我一直在想说 烧猪的大地址 我们应该叫他什么 小猪 他说烧鲁猪 就当然只是开个玩笑 就是 因为他就毕竟是 要让大家有记忆住这些LSPL的队伍 因为我觉得 作为一个解说 很重要一点就是 可能大家比较陌生 这些LSPL的队伍 一定 这些选手一定是大家比较陌生 但 这个舞台也希望大家 就他们能打出亮眼的东西 然后让我们的观众 可以去记住这些 就是除了LPL美光灯下面的这些选手以外 还有一群 一样热爱 奋战在第二线的选手 对 一样是很热爱英雄联盟 跟职业体系上面的一个奋斗 两边的这种选定以后 我觉得 YM还是做了一个 可以说比较大胆的一个想法 但是跟他们昨天风格还挺搭的 他们昨天就是 风格我记得就是很敢打敢拼 然后不管是推塔 还是打起来 指挥都相当果断 但不管我这波是 到底是失败了还是成功了 我都 不拖泥带水的 反正我要么这波选择成功了 那我这个塔推下来 就能赚到一些经济 或者结构上的优势 但如果说 推的失败了被你包夹了 那后面也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好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上半场的最后一场对决了 YM对上NewB 昨天NewB是1比0 那看一下YM能不能在 副舞台的一个魔咒加持下面 把这场比赛打成一个1比1 但昨天一个很大的关键是 VIPER的一个维克托 被对方针对的非常的多 所以这把可能 就毕竟承担一个指挥体系的 一个中路选手 他的注意力以及操作上面 要想办法维持 这真的是比较难 而且前面我们上一次 解说他们两个比赛的时候 我们就说过这个点 就如果你中路是一个指挥的话 很有可能对面 频繁的来针对你 对 就把你的心态打乱了 也许你的指挥 就会出现一点失误 当然也是因为PTT的加持吧 外面也是累积了不少的 一个粉丝支持 因为就据我所知 好像PTT也是有来参加得杯 可以作为一个嘉宾 是2号 2号的时候 就会去点评 那当然如果YN 就是顺利的出现 来到了8强的话 那对于PTT来说 是更为开心的 那当然现在的局势是比较难 两边的一个双人线 都在下路没有对到线 因为YN这边是 的确换线的话也没办法 就换线有一个缺点吧 就换线的话 你这边中路妖姬 前面跟男枪的一个优势 就打不出来 而且巨模打胜 毕竟还是一个优势线 想办法让老牛跟1G来抗压了 这个组合选出来 就是一个经典抗压组合 以前我觉得是经典抗压 现在这个组合 就我之前在LCK解释的时候 对 就我那天跟浩凯几节播吧 浩凯说这应该已经是一个 就经典被押注 是是是 因为以前他回复能力也高 然后也比较难杀嘛 那个时候的牛头 但现在就是回复也被砍 然后再让自己保命能力也比较弱 对 就你一定的确保命能力是一流 但是我可以杀你这个老牛啊 对我第一波过来 化觉机逼你一个产线 然后下面一波再来取你的人头 当然现在这个莫尔 没有带一个点燃 因为主要可能是中路的妖姬 让他的一个输入有很好的目标 我觉得他就等男枪 就Q闪那一波了 那你看上来 命刚扛了一下十项 血量上面比较低 就要先亏一个命干 好的 这边命的 宁的一个Q蛮准的 一个秘书射击 一直在消低巴的的一个写件 这两个人的名字 感觉你等会儿讲起团战来也是 逆命 是 挺困难的 有点像台服那边的卡牌 逆命的一个名字 那我们还是说英雄比较好 对 好 EZ牛头 下路这边想办法 推了一下对方的线 但是EZ的血量不错很多 果然是来了 对 我而且就来了 好 旁边遇到了一个马亦连的南枪 那南枪那边的一个状态比较好 但身上没有空 这边是黏着一个快速拔枪上去 打出了一个SWIFT的一个闪现 而且幻影锁链是 顺利的留住 闪现过了SWIFT VIP上去拿下了一血 还收到一个红巴 这波YM就说 你昨天一直搞我中路 今天我没道理不来反对你 可能回去队伍也就是 连夜检讨 就是说 这个南枪 就我们说打野是一个下棋 一个学问 但是这把太容易猜 对面他也来哪里 就是中路 因为你就是要助我中路 而且中路是指挥啊 快来快来快来 快来帮我 对面肯定要来杀我 这边很顺利的 反蹲到了一次 SWIFT的主动出击 一个挖掘机更可能 那跟上一把一样 挖掘机前面的第一次出击 都反而是交出了自己的人生命 对 那同样是一个 有点烈士的雷克赛开局的话 不知道 这一局能不能 就 保持它的这个高胜率了 对 这把的确也是 比较少见的 就是YM 没有跟上三把一样 没有相信这个 蓝方一选雷克赛的一个 那这把输了以后 我们如果要解套我们今天的一个土梗 还是就说那雷克赛在红方 就没有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威能了 那下路这边点燃是已经交过了 那拼了一波 但是说实话 雷克赛在 就是之前最火去年那个激动冠军赛的时间点 就是 的确蓝色方优势比较大的原因 是因为它的下路更可的 诶 这波南枪的位置是过去 过去 过去想骚扰一下 SWIFT 这边是想要交蓝buff给Motred 但是马力也很凶啊 直接走过来前面有视野 被Q了一下 SWIFT顶起来 还是想拿这个蓝吗 这边妖精过来的时间比较晚了 但是过来一个W 踏步也是把Motred的闪金给逼得出来 最后蓝buff是被SWIFT给沉走 又想逃脱 Motred看了一个地道 三个人一起踏上这个奇幻旅程 这波还是YM的双入 因为比较近嘛 他们推过来之后 过来的快一些 对 进水楼台先得月 这是为了还是保住一个蓝 但是 我觉得这波总结下来 歪眼也不太转吧 因为招牌的技能也是交了比较多 但是这边维克托没有闪现了 就妖极上到右极以后 再配合南枪 就两个大招 对于他的一个威胁是很大 是的 他本身是我觉得 南枪这边就是想配合牛头 下路搞一波的 牛头那个时候又闪现了 但是在河道上 Newbie很早就给了眼 所以双入路看到了 那南枪发现下路没什么机会 就去也去骚扰一波 而且Newbie做了一个很好的点 是 刚刚Swift跟Motred 有先打成这个南枪 因为南枪应该其实就在拖时间 就想要拖你的时间 然后想要趁机把你这个蓝buff沉走 因为妖极正在靠过来 如果没有先把南枪 这闪剑打出去 逼他离场的话 那刚刚残血的一个维克托其很危险 是的 因为南枪这个闪剑如果是拿来打追击的话 那有可能被歪再打一颗人头 那现在下路这边的冰线回推 但因为刚支援蓝区的一波时机 还是让Newbie这边的一个NVD 补刀上面是压制住了阿可嘉宜 刚才那波就是双方虽然拼得比较激烈 但是双方都只互相打了一些让日记能出来 没有产生实际的人头进涨 那这个雪球也没有那么快被滚起来 上路这边 Newbie的一个圣感觉是 一直拿到了一个主攻推线的一个优势 而且还没有回补过 靠了一个多蓝盾就继续在线上 撑住 反倒是Close这边应该是回补过一次 而且没有用传送回线 应该靠剧某一个W的家属就赶过来了 然后下路这边 命远在找机会 把对面的一个补给站给踩掉 补给站放在这种路中间的一个位置是比较尴尬 是 那Newbie这边双人路的话 其实也是出到了一个萃取 那 反正这个组合等级高了 好像也比较难压这个EZ的补刀 反而是自己现在有点落后 那出个萃取稍微有点抗压 把经济先补回来 就现在反倒是Newbie这边是双人线比较大的劣势 可能跟前面一个强度比较大的关系 或者是宁的一个EZ的Q技能 真的很准 因为就说EZ的英雄 就为什么EDG的一个Dev 也在之前比较劣势的时候 拿EZ打赢过甚至卢西安 就是 Q太准了 Q太准 好 前面中路想要直接上来换血的Bever 原地被炸了一个大招 在南枪上来补上一个伤害 Q2的一个回升是直接收掉了Motre 又是一个双方RVR的对拼 但是明显YM这边选的两个英雄爆发更高 就刚说了嘛 你维克多角了一个闪现以后 太难躲了 那上路正面 正面感觉比较可惜的是 巨魔应该是打断了V 给有办法传送的 或者是支援的一个时机 那我感觉YM这局就是放你了一个赛 反正 如果你选了这个英雄的话 我们比中野RVR 我选一个上海比你更高的 对 妖姬跟南枪的一个搭配 就 我觉得这把其实 刚上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V 为什么不直接交大招 就 他应该是交船了吧 这个船都被中断了嘛 是的 对 还是他船是回线 应该是应该是被中断了 就如果交大招的话感觉刚刚 妖姬是 维克托是有可能不死的 因为他是最后被这个南枪的 冲突末路的回生的那个伤害给带走 他只要能多撑一伙 走一个位 有机会就可以 存活 那这边是交了一个蓝霸 中路这边 是两块针头 各分给了Wion的一个中野 南枪这边很凶啊 就是现在比版本里面很少出红 红陈界了 那我本身就是要跟你打一个碰撞 所以这边出一些进攻性更强的装备 可能也能帮他们把比赛进行得更快一些 SWIFT带着红霸 悄悄地摸到了正面的上路线 发现在中路逃不了好 这两个人输出比我们高 那边Cross是有什么心灵感应吗 他直接回程了 有三角小龙那边是不是有眼睛看到了 有可能看到 但是刚刚应该是从正面过来的 他不是从线上过来的吗 我就说他是从三角走到线上来过来 就是你刚刚没有注意到这个小地图的这个咨询 反正这波就是成功地避免了对方上路的一波干液 那SWIFT的优势浪费了一点时间 这局相当不顺 但SWIFT这边是有个大招的 所以他直接赶往地图下半步 这边是到龙区做了一些视野 第一条龙 我们在OB画面上面看到了 是一个山脉亚龙 这边WiFi打得很激进 Fever这把感觉就跟昨天一改 昨天也是妖姬在压子的位置 好 又来中路了 那南枪也赶紧靠过来 我觉得NUBI这波要走了 对 Fever在演 刚那个演的太强了 就是你中也在是吧 那我过来 是 我还要继续耗你 维克托这边是脚的一个大招 把兵给推光 耗完血 这边要准备回家 上路这边 刚刚兵一没有办法 配合了自己队友拿到人头 聚谋这边有了大招以后 局面就是掌握了主动权 而且有提马马特嘛 推线还是比你这个 荣扎是烧的一个速度来得快 这边是又来蓝区找事情 维克托已经回家了 这个蓝bub感觉省不住 所以在旁边想逞一下 这已经是第二次扫握他的蓝了 对 WiFi现在是掌握了对方的蓝区 从下路的一个优势线 扩大到对方的一个野区 中路这边也试一下 WiFi的一个中野前期 用高爆发的一个组合拿到了优势 比较比较古老 但是形致有效的一套打法 跟南昌还有兵女士有点异曲同工的 就是前期爆发很足嘛 就我记得我季中冠军赛的时候 问过阿布就是 那时候是在讨论外卡队伍的一个 就是一个比较劣势 就是综合实力 纸面实力比较弱的一个队伍 要怎么去扳倒一个强势的队伍 然后阿布就说 就可能选一个妖姬 盲身这种阵容 是 形致有效 对 简单粗暴 乱拳打死老师傅的一个打法 这把感觉外面也是 同样的一个思维吧 一个比较神奇的就是他们 跟ED这条线赢了线 但是伦他们还是之前那个说的嘛 有点独流行的AD 你即使压了他 他中后期的不发育能力太强了 一波线一会就没了 而且毕竟巴德也是有一点回复能力的 就是你在塔前的一个 光靠一个ED的Q 而且就水 出女神之类的这段时间 ED还是比较缺伤害 只要你不杀我 大家一切好说 我发育还是能补起来吧 就我还这么早就出了个萃雪 反而比较难受的可能是野区的swing 就刚那个蓝区就是自己的双人线被推的情况下 就对方频频频的来入去他的一个野区 我觉得他现在确实比较难受 因为感觉干可哪一路都不是 上路现在要打一个驱魔 我觉得伤害量挺不住的 就巨魔直接原地吸一口V的一个物防 扛你两个人的伤害 中路这边要来杀 他南枪一蹲 又不小心浪漬给维克多死了 这边 立北又是上前 再来了 南枪又过来给个烟雾弹 给个烟雾弹 Swift这边是有用听的 不需要靠眼睛 过去一个顶 玛丽莲是中到了维克多的一个大招 但维克多的血量也很危机 赶紧闪过南枪回身 可以用终极包弹收他的一个距离 牛头赶过来了 牛头赶过来了 手上有闪现了 先打BQ2连 控制了一下天灾末日 他状态不好 好像没有选择继续追了 现在抹日反手一个雷霆 主要是这边维克多的血量太残了 要么刚刚维克多是有散 有机会来插这个南枪 立北再过来 一个Q点了一下雷霆 一滴的大刀刮过来 差一点点 剩下一血量 SWIFT的这边 Bug的大招 大到了SWIFT 有机会逃吗 现在给一个大 但是护盾瞬间就被打破 命还在往前追击 闪现已经交过了 刚应该是闪开的 这边南枪当了一个地道过去 一个穷途摸摸摸打枪 瞬间收掉了残血的巴德 这一波感觉牛逼 主动的一个出击 后续来说 Moshi这边比较贪一点 就是他弄来不好 他想要把这个兵器给吃光 而且在后续的碰撞上 他基本上也就是大招那一波 但妖姬就是 你让我缓一会 我第二波技能又好了 我再上来再说一个 而且就是真的要说 就是这个时候辅助过来影响 就是前面 前面小规模团战的一个能力的话 牛头已经上到六级 有大招的时候 是比巴德来得有威胁性 就巴德的控制 毕竟是要靠墙壁 来打一个晕眩的嘛 对 那老牛的这种简单粗暴 刚应该是 回这个闪现二连 又把对方给留住了 那这样一来 YM应该说前期这四个人头的优势 感觉是能够帮助他们快速把水球滚起来的 现在唯一要担心的可能就是 对面持续的跟你靠着倾线能力拖 中路维格拖倾线能力还不错 然后下路轮子妈也是一直在推 但我觉得就妖姬 就滚起头能力还是够的 就是对方死守的话 有妖姬 偷对方中单的一个机会很多 或者是在野区 找对方打野的一个机会 但是他们就是 如果你出来跟我打 我伤害比你高 但是同样的是 如果你想要强行越塔 你也挺退的 好 这边又是一次中野的一个护撞 老牛过来一个打平坏二连 收尾的鞋量很危机 南墙收敲的这个人头 这 这 这同样的一个画面啊 我觉得是 从这个位置过来确实蛮危险的 因为如果对方越塔的话 有了一个赛满状态 还是有机会守的 哇 你看这个Fipper已经开始秀了 一个 这块腰机 直接踏到了对方二塔前面要去骚了 好险刚刚巴德再给了一个虚落 要不然这边摸取要直接被带走 他刚才钻刷那个位置的话 是已经逃脱了塔的范围嘛 所以对方那个如果说越塔了 比较脆的这个问题就已经没有了 对 而且我觉得玛丽良真的不说 就这把他两次蹲 就你蹲一个挖掘机 比较难的地方是因为他有地厅 但是玛丽良都是很早就站在那边等他 对 就第一波一血的时间 跟刚刚的这波 就是都是在他出来的地方 就地道挖出来 哎 旁边竟然有一个人 男枪在那边守着这个洞 就有点打地鼠的一个感觉 这把感觉SWIFIT是在野区受挫了 昨天玛丽良的一个人嘛 其实被SWIFIT教训的蛮惨 但今天又是一个不同的一个 哎 第三次了 我又说你们说你们还有完没完 对 就就来了 好 上路这边 KROS直接一阵暴打V 但躺了两下塔 闲蓝也很危机 V这边的嘲讽过去 一个E技能 两面胡椒闪现 逃到了草丛里 稍微丢失了一下视野 但现在可惜 V的一个技能 已经不是以前的这个丢飞刀了 这个扛塔 扛了一下 扛了一下 要被反杀了 比较尴尬 两个人怎么说呢 都是 短手 就 就 盛千代就难过了 就 以前她的这个利刃可以丢进去 对 她现在不能丢 她现在是一个零刃 好 来看一下下路这边的一个月塔强杀 是巨洪刀下来 地道往左边跑 但是这边 宁仙要一个人打两个人 交了一个治疗 这边治疗也是给在天台末日身上 天台末日身一支鞋 闪现过去 哇 闪现过去二连 老牛那边控制住了残血的 希维尔 希维尔已经倒下了 末日在对方的红区想要逃窜 这个巴德 虽然有一个地道 但这个地道不太可能救得到 她没办法从自己家直接开到对面 如果她是一个塔姆的话 还有机会 好 这边 再钻了一个地道过去 是宋塔 中路这边也有一波战士 立场盯到两个人 有机会 摄倒到了一个男枪 Close这边的血量也很危机 最后是被 这一波是立场放得很好 而且 胜套了一个大招过来 想要抓一下Veper嘲讽能不能到 中了 Veper这边被打出一个分身 但下一轮 有一个踏步的一个机会 好像伤害不够 刚才那波就是 像之前说的 他们靠着塔的话还是很好打 因为一个塔能帮他们输出不少 对面有很脆 对 二塔太痛了 主要是这次 抓这个 维克托的人没有摇姬啊 我觉得YN这边要稍微 就是的确气势现在很高啊 但要稍微 就是可能把自己的脑袋冷静一下 就你杀人的是巨魔跟一个男枪 是 就如果是摇姬这种瞬间爆发 可以在立场的这个 云选出来之前就先带走 对 那这边摸锤的一个处理是可以的 就是塔下拿到一个男枪的一个 就是终止击杀的一个金钱 怎么说维克托是能终于缓一缓了 对 而且有了深渊以后 我觉得现在 就妖姬打他也没那么疼了 妖姬第一件是出了这个 这个维克联络的密点 是 但上路刚才那波确实 剩这边蛮可惜的 对 你自己被 反杀掉了之后 又利用传送回线 现在大家也还没好 暂时这段时间 如果把节奏加快的话 可能支援性上要稍微差一点 就是我们昨天才说过了嘛 就现在 英雄联盟 就两大诱惑 一个是厂长诱惑 就是残血的诱惑 就刚刚那个真的是 一丝血 V就想拿这个人头 就我要是老板的圣就好了 对 而且两边都是一样的一个画面 就是 巨魔追到对面想要越塔杀人 结果被打到一丝血 然后圣这边剑士也去追击 然后也是被塔给制裁了 那再拿到一个峡谷先锋 巨魔可以更在上路承受狗狠 去阻止一下圣的一个支援 下路这边easy的一个装备 现在是拿到了兵权 下路这边抓 可能知道这边辅助是去游走 想要来强抓下路 但是 你这边靠着一个多段的位移 我应该是有视野看到了对面 但是这一波反而是被对方easy给修了 但SWIFT这边也是直接赶过来 交了一个闪现应收easy的人头 但HAPPY这边已经被老牛逼到了一个绝境 退无可退 要自己赶过来 这边应该是要撞塔 把人头丢给老牛 这边过去 的确是被塔给击杀 命拿到了这个人头 上路这边 圣刚刚是回程了 上路这边close是一个人 靠着 踩鼓前锋的一个buff 在强推上路的塔 已经要拔掉 因为刚刚说他已经用过传送回线了 现在没有传送路的话 这个塔保不住 而且 上来就一阵暴打 这边 感觉V也站不到他路回 应该SWIFT过来了 实际利用大招赶过来支援2加1 住着原地先造一个缓速效果 南枪正在赶来 马力连能修理的赶到吗 没有闪现的close 斜量已经一点点了 大招也回了一口 但南枪赶到了这个三角草丛 打出一个爆炸AOE 但维克多这边也是适时的赶来 这完全是肉身掩护 对 一个混乱风暴也是把马力连给打退 SWIFT这边还没有放弃 追击一个1技能上去 死亡射线射到 最后是南枪 躺了这个 锅 可以 这边 上路感觉感情非常的深厚 你为什么要代替这个巨魔 就打野帮少男死了一次 对 就毕竟南枪这个出装 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 幽梦的一个出装 自己的坦度是比较不够的 如果是以前的那个 隐魔刀的那个版本 或者是 绿叉的那个版本 他可能有机会走到这个塔下 那杀掉这个南枪 而且巨魔也被打残了 对 看反推一座塔 而且雷克斯还在这等 等这个上线的巨魔 对 就帮忙想办法 出来早了一点 那Nin这边抓到了一个机会 戴着两件套 直接来中路 先打掉了维克托一些状态 Fripper这边穷追不舍 因为老牛也在做包夹 这是一个2-1 Motri能逃过这样的一个死局吗 一个闪现二连 稍微有点失误 对 是失误了 因为Motri是没有交闪的 但上路这边 Cross是暴打Swift 打出了半条 他感觉一打二了 老牛过来做包夹 Fripper这边幻影锁 留住了Swift 定住 Swift应该走不掉了 再被老牛拘弃 Cross应该可以拿到这个人头 是一个shutdown Fripper还没有放进前面一个三层血的一个圣的一个追击 他是在一打 刚才雷克赛不是先出来了吗 好像是扛着他走出来 然后他一直当着雷克赛的面 追着那个圣狂打 哇 这个感觉手要拿棒子的一招 就毕竟这边还拿了个霞骨先锋啊 哇 这波是 突然一个大血奏 20分钟龙刚刷新打也被打死了 直接打大龙 YM又是一个20分钟的一个大龙 但是1D这边被定住了 输出战士中断 甚至直接利用 慈悲度温弱 套了一下 维克脱下来 一个死亡射程想抢 但南枪还是稳稳地逞住了 命在前面卖自己 利用大招 老牛这边有点扛不住 AD很有意气地给了一口治愈 但还是救不出残骑的老牛 大龙已经得手 这边外眼想要撤退 看一下后面的一个包夹 挖掘机也过来了 一个虚空俯冲 直接冲过来 马瑞兰另一个大招做位移 但还是被逼给控住了 剩下一丝血没有兰号 往后还在做一个拉打 现在末日这边也是赶过来 在乱阵中拿下了剩的人头 等命被套 命被套了一个虚弱以后 依依也要被带走 人头落在了Motred的一个QA身上 但是这边Fever一个状态很好 赶过来 先取对方 维克多的一个手机 再来处理两个伤害不够的一个打野跟辅助 前面Sweep走不掉 直接被一个W踩死 这边还想要追击 但莫尔已经赶紧落跑 下路这边 爱射加一 带了二塔 把高地塔都带了一半 对 导播还是很有意思的帮我们 把十个选手都给了 十个选手都给了一个画面 这波其实巴德感觉处理的相当不错了 首先是大招把龙金做了 那虽然说还是没能打掉 但是后续的那波团战当中 他的Q技能 包括虚弱 都是给对方比较沉重的打击 但就 这一波唯一的一个Newbie的一个Vibe 就在于 他们上塔没推掉 是 然后给了Fipper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妖姬 回程满状态过来的一个支援位置 就如果这个塔推掉的话 妖姬从正面过来 可能威胁都没有那么大 是的 外野这边保住了一个中路的 大龙Buff 应该是只有中路人 刚刚上路的人应该都倒光了 有了一个 巨魔这边也没打 对 两个人圆的一个大龙Buff 还是可来做一个131 但是传送这边 妖姬是不用 但Newbie刚刚这一波 比较可惜的点在于 参与的 就有交换人头 但ATC没拿到人头 因为ATC一个人在分带 就等级上面是补了很多 但是经济上面并没有太多 带掉了二塔 但是高地塔还是没能带掉的 打掉这个半条 就一个劣势队伍 就拿掉对方高地的半条 小亮其实可能会看得到 但吃不到的 是 上路这边 这个虚空略语的Buff 讲道理有点强 他充满能 以后上来就直接一个QA 打掉了V很多血 然后这边APY冲出来 但也不太肯开这个巨魔 本身就是单挑强的英雄 再拿了现在这么一个 适合单挑的Buff 应该不要去单人惹他了 感觉不敢开 为什么上来要吼一个大招 我刚刚比较好奇的点 是这个 掌掌士气嘛 是 还是像解说一样七个喉咙 我以为他是要上了 你知道 就是的确以上一波来说 强抓这个巨魔 付出的代价有点强痛 就是大龙嘛 西威尔把大招给用了 那现在是有大龙Buff的一波压制 要靠着西威尔跟维克托 清兵死守这座二塔 阿塔CD好的是比较快的 但是这波又面临对方 过来推这个二塔的一个压力 这两个亲线的人 感觉要保证好自己的血量和位置 妖姬现在的一个装备 就人的妈刚才已经被逼退了 但维克托还好把这波线给清掉了 但是毕竟对方打也是个男枪 打塔的一个伤害还是非常高的 下路妖姬 分了 拥救了对方两个人去做防守 中路这边 维克托还在想办法死守 但上路这边也是濒临城下 但这波牛B 其实在自己的野区有相当多的视野的 所以对方如果说转线 还是能够及时反应过来 现在应该是先来抓一下对方的上路 这边聚模 咬了一下塔 扛了塔 伤害有点痛啊 反身一个一技能去阻挡一下肾 但这两个人也追不了 追不了 而且中路被开了 就只要外界第一段 地道已经用过以后 巨模就是扛了好的话 是可以全身而退 就虽然刚刚是红区没有视野 但因为中路的一个压力 就 佛罗泽兵也知道 对方不可能是多人来报价他 这边B是躲在草丛里面 但炒出来以后 你看巨模就是这样的不赖 就是靠着他因为九头蛇 一波兵他就血满了 就是不太讲道理 就刚刚血量应该是三层 是的 就扛了一会儿塔 回去又回来了 靠着被动跟自己的吸血 中路刚才 上了对方的雷克赛去 抓上路是强行推掉 应该是中路走过去给了一点压力 这两个人 这几个人没干手 那现在转到下路来的话 其实对面人都来了 应该不是特别好推了 大龙BUFF应该已经要结束了 对应该是结束了 看看地图上是没有大龙BUFF BZ在追尽前 中转了一下 削一下对面的血 就是巨模 我们看到的经典画面 不管对面上单 直接 就甚至 感觉不管对面的上单打野 但是就 甚至还有一点点好处就是 之前路是小鱼人的话 你会看到这个没有出火甲的一个巨模 塔不会打他 但是现在他也可以嘲讽一下 对 让塔去打他 好 两边 都有人来上路了 想强行把鱼塔推掉 好 塔一下想收V 一个QR 好 伤害有点高 马力连这边的一个穿透装备 面对了一个只有火甲的V 这一波伤害打得很高 就是为什么现在 男枪带雷霆 然后出伤害 就是他的伤害可以 就是现在来说 千决被削以后 他打野伤害最高的 应该就是男枪了 但是现在有轻雨 就是现在的装备 余一是扛不住 而且雷霆打法又重新回归成主流了 对 虽然没有像以前这么的流畅 以前可以就是 利用普攻去中断那个 用滑步去中断自己的那个 A的一个后摇 上楼卡了一下 我一个拖 好 这边Beeber找进来 但是好想是为了及时把它顶飞 没有一个QR 二没有出来 发现高地塔还是扛不住的 对 先退一退 把自己的血再吸一下 又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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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讲道理 就剧魔一个分带压力 真的是现在 就我们刚刚如果说了 挖掘机 可能是下一波 就是要平和那个英雄的话 剧魔可能是 接下来要受到一些关注 因为以 就 拳头很明显吧 就是 削弱有两种 一种是 排位里面的一个太过于强势 一个就是 比赛赛场上面的一个胜率太过高 是 但是一般围绕着比较大型比赛的话 前面两个布丁都还是调整 赛场上的英雄位置 对 的确6.12版本调的 就赛场平均很小嘛 然后到了6.13的时候 又会有比较多的一些改动 包含了刺客的一个大型修弱 其实瑞兹要准备 做一个重新的改动了 瑞兹那个改动还蛮有趣的 瑞兹是又遭到了一次重做 对 就这次已经是 就 就发现重做了一次 他还是天天上班榜 紫色方又天天还是吃个半饭 这个大招 从最原始的瑞兹大招到现在这个 瑞兹应该是受过最多感动 那如果我们没有记错的话 瑞兹的这个英雄是 英雄名应该是拳头很重要的一个核心人物吧 所以受到这样的一个关照也是很正常 比较老的一个英雄了 对 毕竟是代表人物嘛 就是以前的动画片里面 最后出来丢那个法球的就是瑞兹 好 两边 Y&J 为了一个大龙进攻 节奏还算是不错的 毕竟拔掉的对方 中部以及上部的一个二塔 而且还把上面的高地给削了满 磨了满多的血量 对 有一万的经济领先了 但是还是这个问题 如果他们想去月塔拆高地的话 对面这个手线能力 还是给他们造成了比较大的 就是比较大的困扰 这维托和 轮子妈就站在高地塔下 把阴线一清 只是他们现在有一个 可以倚仗的巨魔这个点 可以越过对面的两个人 直接去拆这个塔 而且除了巨魔以外 就自己的ADC的一个情形是 已经挺早地拿出了一个 多米尼克领主的一个制衣 也去抓一下做视野的 美流道 现在只有V1跟SWV 现在已经有了物防装 但这个物防面对EG来说 有点扛不住 更不用说妖姬 对于一个后排的压力 我觉得Y1现在是 再抓到一次大路的一个机会的话 因为这把比赛很犯 这个巨魔真的是打得 剩点麻烦了没有 也去抓了一下 抓到AD了 AD这边有点危机 绞了一个闪线 跟互盾往后逃 但妖姬这边是打残了Motri 两个CW的血量都很危机 这边花蓝风暴在烫 但是NIN这边的状态很好 原地拉了一个攻击 但很精准 直接关穿了残血的Motri 哇 这一波 另一个大招可以 还预判走位了 全都打成了残血 以为是要被对方跑掉了 但最后EG一个受尾大招 还是成功拿到了中单人头 而且打野已经非常惨了 必须得回去估计一下 大招 这边 打得很快 对 打大龙的速度有点快 南枪跟EG 这边SWVED 刚告进一个大龙池 看到一个老牛 走在挡在前面 就已经听到了大龙惨死的一个声音 那面对对方的推陷能力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拿到大龙 而且现在 你可以看到 就 巨魔还想偷这条火龙 主要这个巨魔有点处理不了 对 那牛B也感受到了 就是对方拿到大龙 我这段时间赶紧去把这个火龙给收了 马力连走过来 有点危机 三个人在包夹他 巨魔传送绕后了 老牛一顶三 妖姬爆炸 打票的伤害直接收掉了两个人 正面SWVED又是被流 在地里面 只能成为他的坟墓 往前还要追击 巨魔这边卡了一下B的一个位置 超红应该是用过了 看起来W格党了几下 但是格党的凌论的这个 庇护的时间结束 巨魔就是传到二塔那个地方 还没等他包过来 队友就已经是把对面人杀光了 他就留了一个肾 哇 这把命的一个老牛 不能不说 就是 有些时候就是 英雄是死的 是 就这句话还是得说就是 逆天用版 就逆版本而行的一个选手 你要发挥出操场的发挥 所以大家才会尊重你这位选手 那这把感觉还是 好像今天的复仇Buff 战胜了雷克赛Buff 对 Budder已经把自己大招给揪了 想要保一下自己的双子塔 但门牙已经掉了 YN 离最后的复仇之路差一点点 我们要恭喜 YN最后还是战胜了一个Newbie 今天的上半场 全部都是由昨天落败的队伍复仇了 今天太精彩了